小伙伴们注意看 蛋仔岛中的第一张蹦床 是蓝色方形蹦床 当蛋仔靠上去以后 蹦床就会把蛋仔弹飞到空中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蛋仔岛中的蹦床 只有方形的蓝色蹦床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蛋仔岛中 还被官方隐藏着 第二张恐怖的圆形蹦床 你们难道不好奇 第二张恐怖的圆形蹦床 它究竟在哪里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 有非常多工蛋仔玩耍的娱乐设施 如果你喜欢在蛋仔岛上玩耍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蛋仔岛中的第一张正方形蹦床 它就在蛋仔岛的商店正前方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当蛋仔开上黄金赛车上了蹦床以后 它就不能把开上黄金赛车的蛋仔 和车一起弹飞了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 除了方形蓝色蹦床以外 被隐藏的第二张圆形蹦床 它究竟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 在蛋仔岛打工但睡觉的正前方 发现了被官方隐藏的圆形蹦床 仔细看它是单人蹦床 当蛋仔靠近圆形蹦床 以后就会被它弹飞起来 所以说蛋仔岛中的蹦床 共计有两张 第二张是紫色圆形蹦床 而第一张就是方形蓝色蹦床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